前不久我们曾给大家介绍过 红旗在近期可能会推出一款豪华轿车 近日该车的陆式叠照被拍到 根据叠照来看 该车可能就是所谓的红旗L4 其定位略低于L5 但也是百万级的 红旗L4的前脸使用了和H9较为相似的造型 36个竖条式的中网是红旗最典型的标志 但其大灯组合和H9还是略有不同 横平竖直的前脸和劳斯莱斯的古斯特相当像 即使陆式车还裹着伪装 依然能够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的古典的气息 从侧面来看 该车比H9要长得多 车长肯定会超过5米 而且还是前重后轻的设计 并没有H9那种6倍 车身的线条倒是很锋利 L4的尾灯并没有使用传统的公灯造型 距阵式的风格比较简洁 而动力方面 此前的消息是 它会大概率的搭载4.0T的V8发动机 或许还会有一气自主的V12发动机 从陆式车的状态来看 这台车很有可能会在今年的上海车展正式亮相 红旗L4对标的车型应该就是劳斯莱斯的古斯特 但价格方面肯定会便宜的多 红旗L5并不是谁都有资格买 但如果你有能力也有兴趣 可以考虑一下百万级的L4